男子夾一組籃球聯賽 崇德菲英在收盾對著康仁福建的比賽 兩隊賽前分別在積分榜中游的位置 崇德菲英兩勝三負排第五 康仁福建兩勝兩負排第六位 今天一開始球先由菲英的奧斯丁撐了兩分 不過另一邊雙福建的李察士放回FOTO 許圈恒也是福建的正選 組戰的時候也有一個三分球 其實頭頭的時候兩隊的比分都是拉緊的 幾次的打和 這邊中距離許圈恒有一個投射 拿了五分 譚子健後臂上陣 一起手就有一個中距離 這邊奧斯丁不入不要緊 高了拿回藍板放入 上本程他入了17分 這個也是他 橙籃的血防就慢了 成功獲得這兩分 又是他 譚子健 第一節獲得4分 這球滴下滴下滴是有的 第一節完之後 福建21比15領先 來到第二節 這邊林俊達其實也是福建的 今天的其中一個是X Factor 後備下來 那個的命中率很高 效能也高 馬廣生在上半場也算是 可以叫第二節出來打過一會 但是接著沒什麼機會再下場 而第二節的其中一段時間 當然就是奧斯丁中段 連續兩個三分球 幫菲英拉近的比分 不過不得不提他 李察士 雖然上半場第一節有些Full Trouble 第二節入到來也入了十多分 這個球 林宇的零度角入了三分 又是李察士 急停跳射中距離 又是李察士 這個就走左邊放右手 就是組段的兩範 坐了一會之後 到第二節出來的時候 他又沒有再犯規了 結果就很放肆地進攻 其實他也有14分的貢獻 而下半場出到來 福建也轉了一個陣 陳永熙就會先下場 他一下來也有這個貨膠 但是菲英方面就是呂冥賢 連續兩個三分球 把比分叫做維持 不要被拉得太遠 幸好福建也有 還有他 李察士三分是試射 有的 這個球大意 崇德菲英的球員 會防速度又慢了一點 放入了陳永熙 鄭文聰左手放回這個球 第三節一定要數他 呂冥賢的三分球 這一節進入了三球 也令到一隻叫做 不至於飛鷹一臂 拋開得太大 在早點的時間 但是始終沒有其他隊友 能夠得到分 李察士 今天都基本上 好像不太用力 三節完結之後 其實福建領勝了64對48 第四節好像有點散散的 這個飛鷹的球員 在防守端很不集中 這個球已經放生了 如家寶 另一個球也輸給李察士 蔡隆德後轉身也有 其實最主要是飛鷹 整場球都沒有什麼方法去應對 或者他們的進攻有什麼改變 變相其實在進攻方面 都拿不到什麼分 這邊走掉了 就是葉文俊 但其實已經到了 第四節比較尾段的時間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知道 其實勝負差不多定了 到了尾段 李察士都可以休息了 不過沒有放鬆到 楊瑞雄這個4-point player 入了我罰球全取了4分 最終康人福建 以88比60 大勝 就是崇德菲英 暫時聯賽 三勝兩賦 能夠遠 也媽媽 就回來 如果想說 那是最高級的 我們 很重要